港口边挂起色彩缤纷的大鱼旗 象征欢迎 居民热情挥舞着台湾和日本国旗 驻日代表谢长廷造访路尔岛县 和东京奥运我国选手的接待城市 提前做交流暖身 而我方也送上台湾凤梨当作谢礼 两百颗凤梨分别送给奥运接待城市的 大旗丁和龙香丁 丁长们说 东京奥运会全力为台湾选手应援 表来的制度和这种方法 我们想要把这些资料打扰 大町也希望可以参加上台湾凤梨 这些资料都能够取得到 但是我们也希望可以参加上台湾凤梨 你也希望可以参加上台湾凤梨 就算过去拿出台湾国旗 曾遭到中国人干扰 但仍不为压力挥舞国旗迎接 除了汉接待城市交流 谢长廷也拜访了陆尔岛县之事 并为陆尔岛和屏东县议会签署 合作备忘录做见证 奥运的城市因为国外观光客户 台湾的人来也是有限制 所以我们当然希望 如果我们在当地有比赛或练习 那接待城市可以帮我们加油 支持台湾 距离东京奥运剩下两个多月 陆尔岛可说是我方第一个 正式造访交流接待城市的行程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下 选手和当地人的互动可能受到限制 但看看不管从海上 到市区饭店或郊区景点 四处都看得到我国国旗在空中飘扬 不难感受到陆尔岛人的满满热情 这里是陆尔岛市的城山公园 那么在我后面的就是知名的地标阴岛火山 其实从北海道到九州陆尔岛 整个日本有非常多的城市 都是奥运当中台湾的接待城市 那么透过这次的活动 也是希望能够加强台日之间的交流 那么以上是环宇新闻失序号 在日本路尔岛的采访报道